有时候我口上说北京生活迪都太快了 太快了 但是真的挺舍不得北京 这一次的旅途是一个人 注定着不一样的旅途 注定着 人中洲还是要跪倒大的 真的要头发眼眉强 有人问我 如果用一个词总结你的2019 你会选什么 我说是沉淀 2019花了很多时间去沉淀 去找寻真正的自我 也花了132天 去找回那些曾经属于我的底气和自信 希望这个决定没有错 也希望你们支持我的这个决定 你这个可以取下来 然后那个 把法写下来 你买的啥 你居然还敢出去逛机 你怎么认识的 你怎么认识的 我认识的 持久了呀 去年成年了 今天是 去年 可以进去了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忘了 我还在高贝店 我还在高贝店 我听说我在区里面发消息 然后是 这四个哥哥都感觉很冷暖的一样 很冷暖的 我的前面说我说哥哥很冷暖的 然后第一回是你妈妈发了很长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是梦哥 然后第三个是婆婆 最后还是梦哥都发了一段 我其实不想发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想的今天不是要见面吗 我做一个十岁神的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二三日快乐 二三日快乐 阿娜 阿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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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说到了 好 那我吹了 吹了 吹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